台湾银行门口男子大声怒骂 一旁穿着蓝色背心的男子 被保漆总队警察压在墙上 他就是逃了13年的诈欺通气犯 这回竟跑到银行自投罗网 原来12月13号下午一点多 抵信和陈信两名诈欺通气犯 和受骗的王姓建商 在新庄街头狭路相逢 遭强压上车 两台车一路开到五谷住处 最后双方协议隔天到银行领钱 银行还没开门 车子就已经开到门口 引来警方关注 两名通气犯下车后 若无其事走到银行柜台 看到经理出现 立刻大声求救 说自己被绑架 还坦诚是诈欺通气犯 要警察赶快来 直接就了当跟那个住进讲说 他被绑架了 他是通气犯 一个是被通气了13年 一个被通气了10个月 原来两名诈欺通气犯 两年前认识王姓建商 得知他有资金需求 狂城是地下金融公司干部 可商界2亿美元 但强调要先付申办手续费 印花费和打通关费 王姓建商前前后后 给了6000万 但说好的2亿美元 却没有下文 王姓建商一气之下 强压对方到银行提款 不料两名通气犯 根本没钱 宁可被关也不愿还钱 为了脱身还坦诚诈欺 建商这才恍然大悟 根本是场商业骗局 记得机关号温斯汉 特别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